而这山卓尔台风过去三个小时 依旧是在高雄的西南方 120公里处原地打转 而且速度同样为时 每小时9公里 半径依旧是220公里 那么它为什么不移动 主要是因为导引气流实在太弱了 导致它几乎呈现一个原地滞留的状态 那么其实你也可以观测到 接下来它如果逐渐靠近我们的过程当中 预估当它登陆之后会快速减落 也许它变成一个青台台登陆 但也许中台这样的状态也可能会登陆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工作 而这个山陀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难以预测的台风 再加上它恐怕会成为台湾史上 第二个在台湾上空原地消失的台风 因为刚刚约翰也有提到 当它接触到这个中央山脉的时候 其实结构就会更加速去被破坏 上一个在台湾上空消散的台风是2001年的台美台风 不过这个山陀尔台风也许会变成第二个 我们来从最新的警报单来看它现在究竟停在哪里 我们来看到警报单的部分可以明显看到 它的路径实在是相当诡决 有一股把它往上拉的拉力 但是过去三个小时它几乎是在原地打转 所以说它接下来登陆的时间点其实还是有变数的 本来上午说大概是明天早上的8点会在台南登陆 但是后来又变成说凌晨就有机会登陆了吗 不过现在看起来从气象署最新的预测来看 恐怕还是维持明天早上8点这个时间点会在台南登陆 不过韵涵刚刚有提到了 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导引气流让它移动 所以说会不会还有变数呢 想必这几率是很大的 但是无论它是中台登陆还是青台登陆 对台湾还是会带来风雨 我们透过雷达整合来告诉您 您看到我们越谷接下来在8点这个时间来登陆的话 那么它的10级暴风半径 您可以看到其实冗造在包括台南跟高雄地方 而10级的风力相当可怕 越谷中心到时候可能还是会有12级的强震风 那么这样的强震风还是有可能会将数连根拔起 可是提醒观众朋友 此刻可能是要面临山土而台风带来有感风雨的时刻 所以越晚中南部的感受会越来越有感 至于北部地区的话 这是要到明天午后的话 风雨会渐渐加大 好 我们最后来看到影响最剧烈 来看到到底会怎么影响 今晚环流影响持续 那么明天白天的话中心通过 东半部红冲冲一片 甚至紫暴主要是在于 因为受到这淫风面少进来雨带影响 还是会造成致灾性的降雨要留意了 那么在明天晚上的话 这降雨才会逐渐趋缓 但是北台湾受到这东北风影响 还是要留意观察 接下来这山土人到底会影响台湾怎么样 再把时间还给佩颖 接下来这山土人的探索 就会发生了一个小时期的吸引 我发生了一个小时期的吸引